指揮中心在昨天5月25号才宣布 要扩大儿童医疗量能56家医院有绿色通道 未来要加开儿童专责病床增加到887床 专责ICU是108增加到165床 所以委员我要讲的是说 你现在才说基因订讯才要找原因 还在猜 那你现在才说要大开儿童专责病房 所以这叫做有政府会做事 这个叫做他们民进党政府口中的超前部署 什么叫超前部署 就是等到问题发生之后 我赶快来做亡羊补牢的动作 亡羊补牢的动作做出来 我大开的ICU儿童病房了 我开始在做基因订讯好棒棒 政府开始做事情了 我政府有努力的去解决问题 所以不要再骂民进党政府 因为我们也在做事 这就是民进党政府的超前部署 我必须刚刚刚仲敬讲的例子 我想到这个陈思忠 不告诉大家说要自主应变吗 这种需要就是个自主应变的完整的例子 该怎么做都不知道 然后这个快山阳性该怎么做 大家也搞不清楚 上网找每天的政策都在变 每天资讯都在变 因为今天是快山阳性上路之后 但其实很多医生是不敢去做这个事情 为什么 因为他后面还有签到所谓保险理赔的事情 还有后续请假的事情 所以医生今天如果快山阳性 他帮你看诊之后 开药给你之后 那后续保险公司跑来问理赔的时候 问医生说 这个是不是确定是阳性确诊 医生其实不敢去担保这样子一个担保 所以像很多基层的医师 他都等说 请问卫福部或指挥中心 你公文下来了没 等你公文下来之后 我才敢去进行这样子一个政策 而不是等你指挥中心片面的在记者会宣告之后 我医生就照做 所以这个混乱 包含医疗体系包含我们现在民众都发生这样的问题 那其实我们当然无所适从 我先讲一下制度问题 我觉得整个制度是很混乱的 包含像政府还在做大内讯 刚刚我们上一集有提到这个经济学人的事情 我不知道经济学人这篇 这篇这个统计报导是哪一期 但是刚刚前会有讲到他的统计时间是这个 2月1号到4月30号 2020的2月1号到2022 4月30 2020到今年的4月30 大家知道4月30虽然Omicron刚起来 但还没有很严重 那请问他讲的所谓这个超额死亡 超额死亡他指的是什么 他指的是这个在特定时间内 实际死亡数大于预估死亡数 在那个时候的预估死亡数 因为全世界都觉得说这个疫情起来 所以他们预估死亡数都高估了 但当时台湾的Omicron疫情还没起来 所以这个预估死亡数当然是高估的 高估之后他当然呈现是一个 负值的超额死亡 所以看起来好像是成效非兰 而且这个超额死亡是指全因死亡 不是针对这个Omicron的 或是新冠肺炎的疫情 而是指整体所有人的死亡 各种不同的死亡率 死亡的原因都放进来 所以其实台湾是一个公卫体系 或医疗健保体系 是个非常发达的国家 所以台湾的死亡率 本来就相较于其他国家是好的 所以再加上疫情当时还没起来之下 当时的这个成绩非兰这样的结果 有什么好骄傲的呢 那我必须说当然当时有 当然当时的实际情况是这样子 但我们要再说今天特定媒体 明明就知道说他统计到4月30号 那今天已经是5月26号 5月26号对不对 5月26号已经一个月 已经台湾疫情已经起来成这样子 这个时候特定媒体 把经济学生这报道放出来 大肆的宣扬目的是什么东西 目的是告诉这些 每天面对新冠肺炎病逝的这个家族说 没有 台湾其实医疗那非常不错 政府做得很好 所以你这些东西都是你运气不好 但是我们看到 国外经济学员告诉我们成绩非兰 但你没告诉我说那个时间是什么时候 一定要我们自己回去看文章 告诉大家说原来他时间只统计到4月30号 这就是政府的内宣手法 指挥装机不讲 他放资料给这些特定的媒体记者 让这些特定的有色媒体去公布 大家说台湾的那个经济非兰 这就是这个情况嘛 包含上一节还到了这个所谓的这个 当天确诊死亡率 大家知道像五天天确诊死亡率是55% 大家会觉得很高对不对 然后当天确诊死亡率18% 我跟各位说为什么会这个情况 因为当天确诊 过去是指PCR确诊的时候 所以你等到PCR的时候你经过几天 你已经经过好几天了 其实你症状已经很严重了 而且搞不好是最严重的时候了 对啊那请问这样死亡率高 请问昨天中您有告诉大家解释为什么吗 没有嘛 那请问为什么我们要等到PCR确诊之后 然后死亡率变那么高 然后才会发生这样子的案例 很重要就是一开始你有症状的时候 你没有及时投药嘛 那为什么没有及时投药 就当时你的医疗体系出了问题嘛 你没有办法在那个时候有一个量能 去及时的去诊断 去确诊 然后去投药 所以导致很多人其实在第一时间 他是有机会的 他是有机会投药让他病情变比较轻微 甚至不会死亡的 但因为我们量能不足 因为我们基层的诊断的医师不足 导致我等到比较严重的PCR确诊之后 你都发现我已经是中症或重症以上了 我没办法在那个PAS lobby的投药 我只能用瑞德系维或更严重的是 去比较积极的治疗 但当时当你到那个中重症以上的时候 基本上已经是病入膏肓了 所以指挥中心为什么会让这个事情发生 政府到底在做了什么事情 政府没有做事情啊 他就让我们自己去面对这样的情况 所以这也才导致为什么这样的死亡率这么高 其实指挥中心你一定要告诉大家吗 而不是把这个书都放出来之后 就说哎这是特地媒体好 你不要去这个制造社会恐慌 你这是这个红色媒体等等之类的 你都是要扯这个政府后腿 政府其实防疫资讯做得很好 但真的是这样子吗 我觉得更扯的是 为什么现在政府防疫做这么差 但问题是蔡英文的民调圈这么高 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 政府告诉大家说这病 这个病况 这病毒是全世界都一样的 他的症状都是一样的 所以全世界死亡率很高 就拿全世界来跟你说 对 儿童死亡率很高 所以今天都是这个病毒问题 不是我政府问题 我也努力的 那请问啊 今天啊 可是儿童死亡率 我们跟全世界比 我们就是特别高啊 别人没有我们高啊 没错啊 所以儿童死亡率就是特别高啊 那最后花点时间讲一下儿童死亡率 其实我觉得这种死亡率真的很扯 因为香港其实在前几个月就已经有发生这个 儿童脑炎的事情 然后他四月份 就已经有做出一个研究报告 告诉大家说 这一次呢就是这个 这一次的这个奥密狂病东西 儿童发生脑炎的机会是非常高 四月份就做了 然后指挥中心告诉大家什么 在指挥中心在四月份就告诉大家说 我们要与病毒共存 我们要开始跟刚刚的广泛性感染 让大家有一个群体免疫 然后呢 告诉大家四月与病毒共存之后 也知道香港四月份有这个报告之后 指挥东西什么时候买那个BNT疫苗 在四月底才去买BNT疫苗 然后现在进来之后呢 大家还可以打 那问题是BNT疫苗是四月才有的吗 香港已经告诉你说有这个情况了 而且美国其实在去年11月就开始打BNT疫苗 请问你所谓的超前部署你为何不先做 请问现在这么多儿童的这样子的死亡案例 或是他脑炎的情况 指挥东西你没有遇见吗 你还好意思告诉我们说 每个小朋友都是我这个心中的宝贝 这跟蔡英文讲说每个老公都是我心中最冷一块 都有什么不一样 你只会说这样子的话 但是你不会去做你该做的事情 每一个都是性命的 每一个不是数字他都是性命的 你今天好像大多数人 康复人 大家都就对于指挥东西说没事 没关系我康复了 我尊重民进党政府 但问题是你面对每一天的死亡数字 不管是成人不管是老人 就包含这个儿童的家长怎么办 他们都是心中的痛 我永远都会回忆说 我这段期间因为Covid-19 我因为政府没有做好事情 我可以提早帮办的 但没有做好 我因此我的小朋友走了 请问陈之后你怎么跟今天这样的交代 汪汪水层微酸性电解次第酸水 它能够真的帮助你做好环境 跟物品的行销 像我们中天呢 全天摄影棚呢 都是不停的以水层物化器来喷这个水层 保持整个空气的安全 那随时喷的话呢 水层水手喷这个部分也非常适合 去哪里买呢 都可以到快点购